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然而大喜大悲看清自己 大起大落看清朋友 知乎上有个问题 怎么看待你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地位 底下有一个回答是这样说的 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实际地位 永远比你认为的 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低 俗话很扎心 这也是事实 前阵子热播的电视剧 《我是余欢水》里有这样一段剧情 余欢水将自己的全部家产13万 借给老友吕夫蒙 前前后后过了五年 余欢水想买车 问吕夫蒙能不能换钱 吕夫蒙二话不说 满口答应 可当余欢水兴高采烈 带着老婆孩子去选车时 却打不通吕夫蒙的电话了 这个曾经信誓旦旦的人 此刻就像人间蒸发了一半 余欢水简直不敢相信 他能无赖致辞 为什么骗我 你就是这样对待兄弟的 而吕夫蒙竟然摆出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 我就是骗你 怎么了 钱我会还你的 不过得看我的心情 他其实有钱 他就是不还 他其实知道余欢水的处境 但他根本不在意余欢水的死祸 讲这个故事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告诉你们 永远别高宫你和任何一个人的关系 否则你会大失所望 还记得霸王别姬里的 成蝶一和段小楼吗 当成蝶一知道段小楼 要娶妻时 抓着对方的衣领 泪流满面的追问 不是说好要唱一辈子的戏吗 可对小楼来说 唱戏从来只是谋生 而孙绕西不一粗食 才是他想追求的人生 所以他在乱世中 可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告发蝶一 陷他于不义 而蝶一却因为小楼的背弃 选择了自问离世 想到他们说的 这世间总有两种人 最容易受伤 一种是太执着的人 一种是重感情的人 太执着的人对往事念念不忘 对伤痛耿耿于怀 最后全力自伤 重感情的人 失望于诺言 像春天的花一般短暂 失望于以真心相患的朋友 转身就可以把自己出卖 成年人的世界 总得学会一个人走 然后一个人经历所有 从现在起 欢喜忧愁自己独挡 风生鱼打自己消化 别再高估任何一段感情 你得知道 处处依靠他人 事事指望他人 你就输了 被人伤害的时候 你频频失落 把人看清的时候 你处处较真 然而你忘了 不是所有的鱼 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三观不同 不必强容 人心不同 不必同行 前段时间网上有个新闻 一位女子在公交站台 亮亮腔腔 又反复摔倒 司机发现后 赶快上前去扶起 女子告诉司机 自己是赶着去上班 司机问 为什么病成这样 还要去上班 女子的回答是 如果不去的话 这个月三百块钱的 全情奖就会跑堂 新闻的底下 有很多人嗤之以鼻 不理解这种人的脑贿赂 三百块钱值得拿命去拼吗 留得青山菜 不怕煤柴烧 要不怎么说穷人 就穷在格局 说实话 看到这样的评论 我觉得有点刺眼 也有点扎心 想起 一七年的时候 自己也是一穷二白 那是刚刚来深圳 人生有地不熟 处处碰壁 不说根本没有存款 简直就是月月负债 那次朋友生日 我因为没有东西 能送出手 花了两周时间 自己画了一幅画 原以为 朋友收到画 就算不欢喜 在从头到尾了解我 窘迫生皇的情况下 至少不会怪罪 可后来 我们共同的朋友 却告诉我 那是谁啊 经常背地里吐槽你 扣松 说你画那什么破玩意儿啊 又不知几个钱 竟然也好意思送出手 又说 你平时吃穿用度 都不讲究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活得像个大老爷们 那一刻 真的如梗在喉 又无言以对 当时的星镜 用微博上那段很火的话来描述 再合适不过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你生活在一艘豪华的大船上 船上风景很美 而我抓着一块浮沫 努力飘啊飘 海浪一波一波派过来 怎么躲也躲不掉 随时都有被淹死的危险 还要担惊受怕 有没有鲨鱼经过 这样的我 若没有资格与你肩并肩 但至少可以悄悄离开你 就这样 我和朋友渐渐断了联系 那些伤人的话语 曾经的我耿耿于怀 而今的我也不想去追问什么 也不想去要和答案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闭嘴是一种修行 沉默是一种历练 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 没必要拆穿 有些人自己认清就好 没必要说破 心里明白 嘴上不说 才不会伤害自己 以至于一步步的 扰乱生活 过去了的 就让它过去吧 一直放不下 总会有伤害 柏拉图说过 倘若感到不幸福 不快乐 那就放手吧 人生最遗憾的 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 不该放弃的 固执地坚持了 不该坚持的 我老的年轻时 曾与一位同事骄恶 这些年讲起来 便咬牙切齿地痛斥 几十年过去了 仍然怀恨在心 家里人都觉得无奈 就像我老爷说的 你觉得那人总是斤斤计较 你便死揪着 这点不放 你觉得那人喜欢乐井下石 你也逮着机会去嘲讽 你觉得那人一直小肚鸡肠 你因此也见不得人好 可多年之后回望 才发现自己 不知已在何时 活成了曾经最讨厌的人 这又是何苦呢 人活一世 最难得是通透二字 想通了大事化小 看透了小事化掉 无事才能一身轻 这让我想到苏氏 因为朝廷之争 苏氏被身为宰相的昔日好友 张敦屡次迫害 并一路被贬至海南 张敦见不得苏氏 流落在外 仍坚强豁达 存了心的 要让他老死荒野 可以说那一千多个 苦熬的日日夜夜 都拜张敦所赐 然而造化弄人 证据有变 这回苏氏预设 而张敦却被贬 苏氏回经路上 张敦儿子张元 给苏氏写了一封 言辞恳切的信 希望他能对父亲网开一面 苏氏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但以往者 更说何意 意思是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就别再提了 不仅没有加以迫害 他还给病中的张敦 送去药方 希望他早日康复 并嘱咐他 保证身体 这样的虔诚万事 无论放在哪个人身上 都是难以释怀 又刻骨铭心的 但落到苏氏头上 反而用 但以往者 更说何意 一笔带过 这种胸怀和气度 实属罕见 但我想 这不仅是放过别人 也是放过自己 不纠缠 往事才会翻篇 不计较 余生才会自在 就像古人 那句记言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 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都说人这辈子 最难走的路 是新路 最难过的坎 是新坎 是你为然 说到底 人生的苦乐 根植于我们的内心 人生的高度 从来不在于 我们看清了多少事 而在于我们 看清了多少事 了凡 四讯中有言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 譬如今日生 看不惯的人 不用翻脸 不理会 默默远离就好 看不惯的事 不用执着 不计较 默默放下就好 就像图格涅夫所说 凡事 只要看得淡些 就没有什么 可忧愁的了 从现在起 让过去的过去 别再给自己甜毒 也别再给自己焦虑 你得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心 就像是一个容器 放下了太多烦恼 就放不下快乐了 谢谢大家